精神病患因會有一些症狀 比如說他會有一些幻聽幻視 所以可能跟他切身有關係 比如說你的失望症狀況在哪裡 你要小心啊 你的哥哥會來馬或什麼 所以他就對家人開始有一些多疑的狀況 所以產生慢慢的這些 精神症狀跟他慢慢的就造成他的思考上會變得多疑 他是腦部裡面有可能在那個整頁那邊 我們聽覺那邊的一些中蘇 他變得比較活動 腦波或者一些用功能性的電腦斷層去看的話 在那個區域的活動 幻聽的時候 有些病人 比較多的病人 在那個部分的腦部的活動會比較活躍一點 那個有時候衝動性的行為可能 在時候他思考上的障礙大概是在前荷葉那邊 精神科的藥並不是讓他增電 主要是讓腦部的那些這個部分 因為他活動過多跟我們的多巴胺有關係 所以我們吃了精神科的藥 大概就是結康讓多巴胺的濃度結康下來了 那個時候他的私衣造成他的生活上已經專注在那個想法 所以他周遭的事情就忘記 就比較忽略掉了 可能那個時候他更在洗澡 或者那時候可能在更衣 或者那時候他忘記了他要穿衣服的時候 忘記了穿衣服的動作 這個時候他忘記戴口罩 也許也是因為這樣子 他忘了這個時候疫情的時候要戴口罩 也許不是一下子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不戴口罩 比如說我們警察說 欸 你來這邊會比較安全一點 或者是有車子過來了 我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我幫忙你分析這樣子 嗯嗯嗯 比較重人權的那一派的精神 這意思就是說 他因為是車的精神狀態的影響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所以就變成要減刑 這邊是有法的制定 社會的安全 讓他確定下來才對啦 如果是病情為主 可能就變成要以醫院先治療 讓他穩定下來 他的認知 他的習慣一直這樣子的話 居住環境也許法律上要做一些甚至啦 然後不確定他是不是一個 會傳播或什麼樣子來的 那可能就要限制了嘛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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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4 9 9